你 如果你去参加了复活赛 那么他就可以趁着混乱 接近你 杀掉你 多谢你 爸 妈 明儿又来看你们 总是就没来 你们不会怪我吧 别生气 张一做了几个小菜 我带过来给你们尝尝 张一的手艺现在可好了 我带过来 其实我不是不想来 就是最近出了好多事 也不是什么大事 上次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我要去见一位老师 凤老师 他可喜欢我的花了 还推荐我去参加比赛 后来 后来说我就不讲了 反正就是 我搞砸了 不过你们别担心我 我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老师 爸 妈 以前的时候吧 我有什么难处 我都不跟你说 是因为 我觉得 女儿已经长大了 自己的事应该自己做 可是 附老师 附老师问我 到底要不要继续画 到底喜不喜欢画漫画 我喜欢呀 可是 可是我画得那么不好 我就能继续画下去 又只会被人笑 被人看不起 我不知道该跟谁商量 附老师让我自己做决定 要怎么做决定吧 我不会呀 我也不知道学什么 爸 妈 你们告诉我妈 我该怎么办呀 要不然 这次你们就替我拿一次主意 好不好 好 人的命运 不该和硬币来决定 特别是这么重要的事 出去 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让你出去 这个地方谁都不能随便进来 这里是我家 姓名 王福贵 身份 漫游集团 策划布总监 这是什么时候 被星海联合球绑架的 我不知道 听明白了吗 就我有什么关系 在第二期节目开始之前 王福贵就已经被人绑架了 但在同一天却出现了 另外一个王福贵 找到了冯留情 把你的话交给他 让他邀请你参加复活赛 整个复活赛的赛事 都是这个假王福贵 一手安排的 甚至第一期节目 也是由他剪辑的 在原本的节目里 根本就没有你的镜头 这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 什么意思 绑架王福贵的人 就是星海联合球 他做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 让你参加复活赛 为什么 为了预言之识 如果你去参加了复活赛 那么他就可以趁着混乱 接近你 杀掉你 夺走预言之识 但我没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 保护你 所以你不能参加复活赛 所以你不能参加复活赛 你不能参加复活赛